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遍布全球 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到神的话 那么在一个礼拜前呢 我们参加了这个Radical的特会 我跟光哥 整个我们都被邀请参加这样的一个特会 然后在那个特会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在新店美和堂 它整个LED上面全部都是学员 这一次有3000多位学员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个脸 那你知道吗 在看到每一个脸的时候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会堂 我们在整个会堂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脸 然后还有小的 我旁边都还有这么小的各个的这个screen 然后我们可以对着每一个人说话 你知道在那一天呢 我特别是礼拜二晚上的时候 我跟邪中牧师一起服侍 我们感受到神 真的是让现在借由科技呢 让祂的同在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到最后的时候 光伟牧师希望我能够来恩高分赐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在那个时间点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马上去做这件事情 后来呢神就告诉我说 是因为其实在3000人里面 大概普遍有许多人都没有领受方言 都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然后我说怎么可能呢 这些全部都是大型的教会啊 然后怎么可能没有3000人会有多少呢 所以我就勇敢的说我突然觉得不太对 我想要所有人都停下来 你知道那当时候祷告到非常非常的火热的时候 每个人都哇都在那边祷告 我就说我现在想要问 在你的Zoom上面把你手举起来 你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然后呢你不会说方言的举起手来 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太恐怖了至少2000多人 没有说方言没有被圣灵充满 所以那个时候神告诉我说 在impartation之前 先来把 先让圣灵他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高谋 并且说出方言来 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借由科技 我们没有办法去按手 我们就在那个空荡荡 你看刚刚看到 空荡荡的一个这么大的会堂的里面 我们就开始祷告 你知道你记得圣经上面在使徒行传是120人 领受方言对吗 在那一天至少1200个人领受方言 并且他们被圣灵浇灌 我们看到了下一个世代的复兴 是从圣灵的点燃开始的 我们看见下一代的复兴 不是靠着我们努力遵守宗教 我要成为一个乖宝宝 我是从教会长大的 所以我都会背十戒 我会所有这些东西 我尽力遵守这些 让我告诉你 人到最后会到一个burn out的状态 是你会发现 你是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 你记得整个上礼拜所分享的吗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帮助 我们需要圣灵从里面充满 跟从上面浇灌的帮助 使我们才有办法看见 我们可以走进神的心意的里面 所以那一天超过了1200人 他们再次举起手的时候 我们领受圣灵 我们开始说方言的时候 我就知道一个新一波的 青年运动要开始了 而今天我要告诉你 8月23到8 是23到25吗 还是25到27 我把时间讲 25到27 8月25到27 会有青年呐喊特会 ROR R-O-A-R 2021的青年呐喊特会 你知道去年我们去到了高雄 因着灵粮网络的重分堂们 要开始说 我们要看到下一代的需要 然后我们要能够来激动下一代 能够进到复兴的里面 而我们在去年 我们在高雄 我们有实体的聚会 超过千人参加 而今年因着疫情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实体 但是今天我要邀请你 让好像我们小编会丢出那个连结 你可以点进去这个连结呢 来报名跟我们一起用Zoom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让我们能够看见 圣灵要做的 或者光哥刚刚在敬拜里面 所说的418 神的灵在我身上 他用高高的我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浇灌 不再只是某一些 有恩高的人被浇灌 而是一个普遍的浇灌 这个几亿的人将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得救 这是一个众先知所预言 所要发生的事情 我自己在上个月也领受418岁 当我刚才跟周爸爸在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再看到IHOP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非常感到震惊是 神你也同样告诉我同样的东西 就是神的灵在我的身上 他用高高了我 要我报好信息 并且宣告喜年来了 其实在以赛亚书61章一节 也就是 这个耶稣呢 在路加福音4章18节所宣告的 但是在61章一节那边说到什么呢 他说报告神 报仇的日子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报仇的日子来了 当这样一个喜年来到的时候 就是秩序的恢复 秩序要从魔鬼的手中被夺回来 就是他报仇的日子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东西你是被魔鬼夺走的 今天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将会被七倍的讨回来 我们的神要伸出手来了 他不只是伸出手来保护我们 他是要夺回那一切 我们被夺走的 因此我欢迎你 参加今年的青年纳喊特会 让我们一起 基本上讲员几乎都是 圆班不动的人马 就班过来了 然后呢 但是我们谈的主题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们都是从下午到晚上 所以你白天睡到宝 然后下午晚上 当然社亲们 你可以在晚上也来参加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看看 神到底在这个末世 祂要做什么 祂要呼召我们 做什么 以至于我们站在那个高膜下面 这个高膜必定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要所做的事情 就会尽都顺利 很多时候不是在靠我们遵行什么 乃是靠着神的灵 方能成事 而且记得一件事情 在你里面的 比在这个世界上面更大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报名这个特会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特会里面 来领受 斐利牧师这次也会来 我非常兴奋 他不是来 他是会用影片来跟我们分享 我非常兴奋 你知道到今天 我仍然听他的信息的时候 我仿佛就像十年前 我见到他一样 我每一次听 我灵里面就激动 我每次听 我就含着泪水说 我要继续看见这个复兴 而且是要超越我所求所想的复兴 要发生在全地之上 在过去两个星期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东京奥运会 我不管你是赞成 这个东京奥运会要举行呢 还是不赞成东京奥运要举行呢 但anyway它都已经举行了 我想某种程度 过去那两个礼拜呢 大家人都守在电视机前面 仿佛是在整个 这个全球疫情肆虐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仿佛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 看见一群人 他们努力的在运动场上面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奋战到底 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群人 他们努力 无论是游泳的 无论是排球 无论是柔道空手道 或者是安马 或者是篮球 我们还想说 哇第一场美国篮球就输了 那我们想说 哇怎么可能呢 公路的两个主将也过去了 然后各个NBA的主将都在里面 怎么会输呢 结果之后他们就连赢连赢 一直连下去 你看到他们全部都尽力 你看到这群人 他们用尽他们的力量 你知道在场上面 可能只有五分钟十分钟 甚至可能有些更短 但是他们在背后可能是十年 你知道圣经上面有形容过 其实我们的信仰人生也如同在 场上面 比赛 你知道比赛一定有输赢 对吗 所以在比赛的输赢的里面 我们就仿佛看见了人生 什么意思呢 好像在人生的里面 怎么感觉有输赢的时候 好像只有那个金牌会被记得 或者说银牌铜牌 之后其他人都忘记了 这好像我们看见了 人好像在尽了十年的力量 十五年的力量 然后就拼了 就是为了那短暂的一个胜利 我记得我那一天在看那个 戴姿营在比赛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的奋力 其实他一直看起来在落后的状态 然后但是呢 我发现了一个心理素质 这个心理素质是什么呢 这个心理素质就是 即使看起来大势已去 都要拼到底 我想这就应该是你人生的态度 即使我们看起来 这个世界都在毁灭当中 你仍然要拼到底 你要用尽你的力量 站在你的恩高 恩次才干跟位置上面 你要拼到底 你要让你的心理素质不被影响 我真的看到在当时候 其实我真的为小戴捏一把冷汗 你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那个挤球的失误 让我整个 哇 怎么会失误呢 你知道大家好 好紧张 你知道那个流汗 自己都流汗 仿佛自己在打一样 最后 他失去了金牌 他得到了银牌 但你知道吗 今天即使他得到了银牌 我们还是为他拍拍手 我们还是为他加油 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让我们看见 那个内心的素质 跟那个奋战到底的力量 而那一天晚上 我有很多的想法 我开始去整理我的想法 我特别看到小戴 他的IG上面 刘宜然说 他真的尽力了 他真的尽力了 然后而当心度去抱着他 同理他的难受的时候 他哭了 你知道这一个东西 让我整个思想 人生 或者说信仰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已经尽了力了 为什么跟我所想象的不一样 这是我今天的题目 你是否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 你已经尽了力了 但是为什么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会不会你已经很努力运动了 但是你最后比赛 跟你的想象不一样 你得着的名次不一样 你很努力地念书了 但是最后你的成绩出来的时候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会不会你很努力地工作了 最后竟然在你的公司里面 那个比较不工作的竟然被高升了 而你却没有高升 有没有任何一个可能在你的里面 或者你说 我跟我的丈夫 跟我的妻子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最后我们要离婚 你有没有说 我很爱我的孩子 我很尽力了 但是我还是不小心骂了他们 你有没有常常感受到 我已经尽了力了 但是为什么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难道比赛只有夺得金牌的人 他生命才有价值吗 难道没有得奖牌的人 他生命的价值就不再重要了吗 难道奖牌代表了我们生命的价值 还是 什么代表我们生命的价值 今天 我想要带你来看圣经里面的几个人物 我们来看看 这一些人都是被神极度重用 而且我们看到是圣经上面所说的 信心的伟人 我们看看他的人生 跟他想象的一样吗 他是否有尽力呢 今天我们要来看 《猎王记》上第十七章 你知道这个地方呢 十七十八章 我欢迎你回家能够来读这些经文 这边是以利亚的故事 你知道以利亚被称为一个 在旧约里面 我想足以代表神的一个关键的先知 这个先知呢 他不只是可以叫死人复活 他还可以让雨 三年都不下到以色列 你知道当时候呢 他的王是谁呢 是亚哈王 你知道亚哈王有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妻子 叫什么名字 耶喜别 所以你们看到常常在赶鬼的时候 赶出耶喜别的领 我们常常讲说那个掌控的女人 就是耶喜别的领 你知道亚哈王 他娶了一个耶喜别这个皇后 这个皇后呢 充满着掌控 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候的以色列国 其实是被掌控的 那耶喜别拜什么 拜巴黎 所以呢 当他在拜巴黎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错误的信仰 带进了以色列国 然后亚哈又是一个懦弱的王 所以呢亚哈也带着以色列人民 一起来拜巴黎 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候 以利亚他所面对的一个环境 他所面对的争战 当他要代表神出来讲话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多艰难多困难吗 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 国家的信仰全部一面倒的 进到拜巴黎的里面 因此当时候 以利亚就对亚哈说什么 他说我指着 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 必不降落也不下雨 很多人可能就想说 所以以利亚三年都没祷告 不是 他是说他不祷告下雨 他不是说他不祷告 所以他这边说不祷告 他说他不祷告下雨 那么就不会下雨 果然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以色列三年没有再下过雨 你要知道一个国家 他三年没有办法下雨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任何的土产 他没有任何的土产出来之后呢 这个国家的战力就没有了 所以整个国家遍地哀嚎 因为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 到了第三年 神告诉以利亚说什么 他告诉以利亚说 我准备要降雨了 所以你去 你去让亚哈来见你 所以亚哈就来见他了 你知道吗 我们就到了第十八章咯 第十八章那边 亚哈第一句话见到他就说 你就是那个以利亚 对不对 你就是使以色列进入灾祸的 就是你对吗 以利亚说什么 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的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 去随从了巴黎 我觉得以利亚很勇敢 他能够面对 他当时候的最大的强权 也就是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说 是你害我们三年没办法下雨 以利亚跟他讲说 不是我 是你跟你的爸爸 是你跟你的爸爸 你把以色列国带进了这样的一个 咒诅的里面 我觉得以利亚很勇敢 他不只勇敢 他后面还挑战 他说什么 他说把巴黎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都一起带来 而且以色列人民一起来吧 我们一起到加密山上面去 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他说让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坛 巴黎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你们建造一个坛 然后把牛切成筷子状 就是小块一小块一小块 所以当年就吃骰子牛了 你就知道骰子牛应该很好吃 骰子牛在当年就切成 然后切在摆在那个柴上面 然后说哪一个神是真神 他就会把火降下来 我觉得以利亚当时候 你知道吗 他其实我后来反复去读 然后我跟我太太去研究 其实不是以利亚他很血气的说 来吧我们就来打仗 不是耶 他是怎么样 他是耶和华的先知都被亚哈杀光了 剩下以利亚一个 所以以利亚就站出来 因为只剩他一个了 所以他就说 那我必须要换回以色列人民 所以他就告诉所有的人民说 让我们一起到这个加密山上面去 然后我们看看谁是真神 所以他就看到巴黎的四百五十个先知呢 就把那个骰子牛摆在柴上了 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做什么 这个圣经上面讲很清楚 他说按照他们的规矩 可见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巴黎的文化 这个什么样的文化呢 就是拿刀枪刺自己 砍自己 刺自己 流血 这个是他们的文化 这个是巴黎甲神的文化 就是要砍自己 然后叫他们的神能够出现 我们就看到了当时候 他们从早上叫到的中午 甚至这边讲到说 他们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狂呼乱叫 巴黎都没有出现 而到了晚上 伊利亚做了一个 说现在所有人转向看着我 然后呢他吩咐人 倒了四桶水哦 现在不是第一桶水而已哦 是四桶水 四桶水都倒到哪里 倒到祭物凡祭 这个祭物上面 也倒到了财上面 连续到了四桶 你觉得四桶水在柴上面 这个柴还烧得起来吗 所以伊利亚用尽的方式 在告诉众人说什么 接下来火起来 绝对不会是人做的 因为这个火 人要来点火都点不起来 因为它上面全部都是水了 而这时候 他祷告说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让人家知道 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 行这事的人 你知道当伊利亚 他举起手来 他呼叫火的时候 火就从天而降下来 你知道那是一个 多么dramatic的画面吗 你可以想象吗 当有一天 你站在总理的面前 站在总统的面前 你把火从天上叫下来 你知道那是一个人生 多大多大的荣耀 或者应该讲说 那是多大的高山 或者说那是多大的成功好了 你要记得我一开头 我讲的是奖牌 所以你跟着我 follow我的步伐 所以我们看见说 这个火下来的时候 就仿佛是他身上 带着金牌一样 而另外一方呢 代表他根本没有火 所以他连牌都没有 而伊利亚 就在那一个状态 下面的时候呢 神应允了他 而且撒那间 所有的以色列人民 都跪拜下来说 耶和华是真神 他们恐惧 然后你看到巴黎的先知们 四百五十个 他们恐惧地 看着那个火下来 他们想不通 他们已经刺他们自己了 他们已经砍他们自己了 为什么巴黎的火都不下来 但是耶和华的火 因着一个愿意相信的人 站立在那个地方 宣告火 火就从天降下来 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但是在这个极大的胜利 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 让我告诉你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 到第十九章 你会看到 他接下来就是 他的逃难的日子了 当耶喜别听到了 四百五十个巴黎的先知 全部被杀掉了 因为以色列人民就起来 然后把四百五十个巴黎的先知 说这些假先知全部杀掉 看起来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得胜 甚至可能说是以利亚 他生命里面最大的神迹奇事 是火直接从天降下来 已经超越了那个叫死人复活了 而这时候 耶喜别听见了 他的四百五十个先知 被杀的时候 他里面充满着怒火 他跟雅哈说什么 老公去把以利亚抓回来 我要亲自把他杀掉 你知道一个极大的得胜之后 因着他听神的声音 他正确代表神 以至于整个以色列国改变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复兴 跟多大一个转化吗 但是以利亚却要面对的 接下来是他生命会被这个王所夺取 今天我要问你 你的人生有经历过这么dramatic的事情吗 当你的人生进到了极大的高山 高峰 突然间你被拉下低谷 然后你现在你是亡命之徒 你到处的跑 就怕被抓到 以至于生命就会因此而丧命 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九章这边讲什么呢 这个是以利亚对神说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主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是说 我真的没有我列主那么厉害 我真的没有他们信心那么大了 虽然刚刚火都已经降下来了 虽然我也看过 婴孩从死里复活 这一切我都看见了 但是现在我被追杀了 他的人生 怎么会 跟他所想象的不一样呢 他尽力了 他尽力遵守耶和华所说的话 他尽力做耶和华所要他做的事 但是最后他尽力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耶和华 求你取了我的性命吧 干脆就让我死了吧 我觉得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觉得过去的得胜高三 一点意义都没有 现在这个低谷 让我没有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神有回答他的话吗 没有耶 很妙哦 神说 神派天使去哦 然后天使派他 说起来吃吧 他就观看 他就看见 他头旁边有一瓶水跟碳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 他也没有多想 这是谁给他的 他就吃了 是谁给他的 耶和华仍然看顾他的需要 当你进到你生命的低谷的时候 当你非常痛苦 你以为神不存在的时候 神仍然拆派天使 供应你的需要 他仍然看顾 连你的吃喝 他都看顾 后来 他吃了喝了之后呢 他又躺下去 耶和华使者第二次又来拍他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 非常的遥远 他又起来吃了喝了 他仗着这个饮食的力量呢 他走了四十昼夜 你看 他才再吃一餐 他只吃了两餐哦 他又走了四十天哦 四十天他走向哪里 这个是关键 他走向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亲爱的家人们 以利亚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他仍然朝着神的山 他没有走错地方哦 你知道有些人 在他生命极度痛苦的时候 他感受不到神的时候 他觉得 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 神啊 我怎么样喂你的 现在你是怎么样喂我的 很多人落入到这样的一个 思想里面的时候 他会说 好啊 那就这样吧 那我就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信仰的里面 你知道吗 特别是在宗教里面的人会这样 因为他用尽了各样的方式 他只是遵律律法 他只是想要做一个好人 但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 经历了高山的时候 他会说 啊神真的在 我们通常听见证是不是 他都会讲说 啊我怎么样 然后神怎么样祝福我 但是你是否有听过见证是 在他最困苦的时候 他感受不到神的时候 但神仍然 才派天使 供应他所施的 所以我们看见 这位先知 他没有离开神给他的道路 他持续的走在这个道路上面 他走了四十天 他虽然痛苦想要神去 把他的性命夺走 但是他说什么 他仍然走上去神的山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 你现在你生命所面对的光景 或者你信仰的光景是神 或者你可能还没有相信神 你可能是木道友 可能是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把这篇信息转给你 转贴给你 让你看见 你觉得 我已经尽力了 为什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相信伊利亚最有权利 来讲这句话 她说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她仍然 选择走向神的山 我们就看见了 当她走向神的山的时候 她躲到山洞的里面 她躲到山洞的里面 我刚忘记换了 所以你看到乌鸦都掉食物给她吃 然后她极其的落魄 她在那个 这个河裂山那边 极其的落魄 她躲在山洞的里面 然后就有神的话临到她说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说了一遍 之后呢 就不是 神 不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她 你要注意看这两个差别 一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她 这个临到我感觉是一个idea 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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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 或者是一个 想法进来 但是你会看到 在往后面几节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边 耶和华 又在问她的时候 这时候耶和华是 有声音向她说 我们有这段经文 帮我们打出来好不好 有声音向她说 OK 这个地方讲什么 伊利亚听见了 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 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她说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她说 我为耶和华万君之神 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第一次像是一个idea 伊利亚讲一模一样的话 所以我不重新讲 你们可以去读17 18 19章 所以 伊利亚已经抱怨过一次了 就说你看我为你大发热心啊 我一个人啊 然后独自这样 但是 最后我的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怎么会是这样 她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说神啊 但是她第二次 是直接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 她又再讲了一遍 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 多大的挣扎吗 她甚至可能会想说 神 你难道不知道吗 神啊 只有我一个人为你站立在这个坛上面 而且你也让火都下来了 这一切的神迹奇事 怎么到最后是我需要逃命呢 你知道吗 到了第16节那个地方 这样就我念给你们听 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回去 你知道耶和华没有安慰他 这很妙 耶和华没有安慰他 也没有回答他 为什么只剩他一个人 然后独自去征战 都没有回答他 耶和华直接说 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 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 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护做以色列王 并高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然后呢 好像有这个经文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说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未曾与巴力亲嘴的 你知道这边讲到说 耶和华并没有安慰他 但是耶和华让他是用 可以听见的 告诉他说什么 接下来有三个任务给你 一个去高外邦人的王 一个去高以色列的王 然后一个去高 这个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 然后你知道 这个本来已经整个要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死掉的 这样的一个以利亚 他突然间就重新得利了 这里面有一个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 他坚持走向神的山 在他的生命的低谷的里面 他非常痛苦的里面 他仍然坚持走向神的山 第二个重点是 他听见神的声音 以至于他就站立起来 继续完成他的mission 这一切的mission 都是mission impossible 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呢 神与他同在 以至于这些任务 就成就了 我们看见 这样一个充满能力的神人 他有经历了 高三他也经历了低谷 他经历了得胜 他也经历了痛苦 他没有让得胜成为 他生命的价值 他也没有让 失败成为他生命的价值 他的生命的价值 在于他坚持走向神的山 并且听见神的声音之后 再一次的恢复 以至于能够往前走 所以心理素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当今天在我们 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也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面对 一个末世的挑战的过程里面 心理素质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当我们看见奥运 这一群选手他们奋战到底的时候 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很重要所以讲三遍 一个人没有一个心理素质 是他没办法面对压力的 往往 那个骆驼死在那最后一根稻草上 压垮骆驼是那个最后一根稻草 而今天你是否有一个健全的心理素质 以至于你可以面对 一切的高山或者是低谷 一切的成功或者是失败 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来定义你 你要知道能够定义你的 只有这位神 所以当你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不要再觉得神离弃你了 神没有离弃以利亚 祂也不会离弃你 今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 是大卫 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卫的故事 我们知道大卫这个小木桶 他从小他就认识耶和华 你看到诗篇里面他所写的这一些 你知道他爱神 爱到一个地步 他常常在牧羊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他就敬拜 他写出非常多的词 非常的美 他也写出非常多的诗歌 melody 非常的美 这一位小木桶 在牧羊的时候 神知道 那在小事上忠心的 他在大事上就可以交给他 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 这位小木桶 他虽然没有实际去征战过 他虽然没有穿过那些军人的装备 但是他被耶和华厌重了 你知道当 沙姆尔领受了神的话语说 神厌倦了扫罗 他要再另立一个新的王 所以要去耶稀的家里面 找寻这个人 然后恩高他 所以沙姆尔去到了耶稀的家里面的时候 他一看到大儿子的时候 他以为他应该要恩高大儿子 因为大儿子长得又高又帅 而耶和华跟沙姆尔说什么 你知道先知都可能会 有时候都会判断不清楚 这个耶和华跟沙姆尔说什么 他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但是耶和华看内心 今天这位看内心的神 仍然借由各样的方式在看我们 不管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 无论你在北美 你在马来西亚 你在中国 你在香港 你甚至可能在新加坡 在各个国家的里面 让我告诉你 耶和华的眼目遍满地面 他此时此刻 418这件事情已经启动 可见他的眼目正在看 如同大卫一样的人 他不是看你的外表 你不需要一直去整形 一直去整形 你整形目的 只是为了让别人看 你觉得说 终于能够 人家会接纳我 耶和华看的是内心 他看着你的内心 他用你的内心来认识你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 当时候连他自己的爸爸耶稀 都忘记了他 他把他的儿子们都叫出来 结果忘了 他还有个小儿子在外面 结果 萨姆尔一个看过去 一个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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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都告诉他说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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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说还有一个 所以萨姆尔问 这个耶稀 是不是还有一个 耶稀说对对 我还有一个小儿子 现在在外面牧羊 我去把他叫回来 是的 你以为你还在牧羊 你以为你现在做的事情 是小的事情 你以为你现在在职场里面 你说做 我只是做个行政事情 然后天天这样 我觉得好辛苦 No 你在做神伟大复兴的工作 你说我只是在做 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 No 你知道吗 你在小事上中心的时候 大事就要交给你了 而且非常快速 因为418已经开始启动 所以神的眼目 变查全地 他在找那个中心的人 那个中心又良善的 以至于 萨姆尔就说 把那个大卫找回来 当他一看到大卫的时候 他说就是这一个了 他就把高油 倒在大卫的头上 大卫那时候 大概只有17岁而已 所以如果你在镜头前面 你只有17岁的话 让我告诉你 你不要小看你是17岁 你说我还是个teenage 我现在要叛逆 你可以叛逆 那或许 神不是看外表 是看内心 祂就会跨越你过去了 所以你不要说 那先拣选那一些 比较年纪长的 然后再来拣选我 在镜头前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 比较年长 你都已经打完疫苗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用疫苗就分出 大家的年纪了 所以呢 你知道我们大概里面 至少三分之一 到这个二分之一 全部人都可能 打过疫苗了 所以呢 我们说 那是疫苗 是按照年纪来打的 所以呢 神的拣选 也是按照年纪来拣选的 神没有按照年纪来拣选 神拣选一个17岁 他跨过了 他前面所有的哥哥们 年纪都比他大 这些哥哥们 全部都在战场上面哦 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话 我们知道他们全部都是 在军队里面 他们是在战场上面 但耶和华没有选择战士 他选择他心里面 真正的战士 什么意思呢 在耶和华眼中 所看为的战士 而不是一个 identity的战士 我们不要一直追求 一个身份认同 要一个title 以至于别人 可以用title来认识我 不需要 那个title 意义都没有 如果你看过那个名片 印的前面都是各个 各个什么什么什么 使徒 先知 牧师 这个 这个 布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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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 教师 印的越多的就越没力 什么意思呢 我如果还要 硬来告诉你说 我是使徒 我是先知 我是布道家 我是牧师 教师的话 那可见 我是多么不会 被人家认出来啊 我如果能够 被人认出来 那才表示 那个恩膏 真的在我身上嘛 那我还需要 写我名片给你看嘛 不用 所以今天 亲爱的家人们 这个世界上面的奖牌 我不是叫你不要去夺奖牌 因为以利亚也夺了奖牌 对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不要让奖牌成为你的命定 不要让奖牌成为你生命的价值 它不是你的价值 你不要二十年后 你还拿着那个金牌说 我曾经得过金牌 你知道一堆老兵 常会讲说话当年吗 说我那当年 我怎么打仗的 对不对 但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我们应该跟下一个世代说 四十年前我怎么打仗 我今天依然这样打仗 谁这样讲过 谁讲过 迦勒讲过啊 四十年前他说 我可以征战得胜 四十年后他八十岁了 他说我一样要把西伯伦拿下来 亲爱的家人们 跟我们的年纪无关 跟我们是不是到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征战得胜 我们仍然可以把西伯伦拿下来 不要再讲四十年前 我们怎么拿下西伯伦的了 讲接下来 我们一样要把西伯伦拿下来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 是不是正在遇见这样的困境 是你说 我过去曾经拿下过西伯伦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拿下来 你不是没有办法 是你说神 再做一次 我过去我拿下过西伯伦 今天我要再一次拿下西伯伦 所以跟我们的年纪无关 跟我们里面的信心有关 越到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越要刚强壮胆 我们里面要有信心 而这次的亲难 我们要谈的就是 在你里面的英雄 你里面有一个英雄 你要让这个英雄出来 你就是这个世代的英雄 所以你要开始看见 神在此时此刻四一八的启动的里面 你是一个关键的人 你一定要像大卫一样 领受那个关键的恩高 所以大卫被恩高了 大卫被恩高之后呢 我们看见大卫马上做了很多 像得奖牌的事情 第一个是什么呢 大卫马上开始去什么 扫罗就 因为神的灵离开他了 所以扫罗就被鬼附了 曾经被恩高 曾经被拣选的人 也可能会被鬼附的 因为当他把 金牌当作他生命的价值的时候 那个金牌突然失去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扫罗王就是这样的人 王哦 他突然间不知道他是谁了 魔鬼就进去 到他的生命里面攻击他 一个曾经是神所拣选的王 也被鬼所附 以至于呢 他需要有一个恩高的人来弹琴 他才知道那个鬼才能够离开 所以这时候找到谁了 找到了 他就听到有人说 有一个很有恩高的大卫 他每次弹琴的时候 哇他是个木童 他一弹琴 是木童 不是木头 OK 木童 OK 他每次弹琴的时候呢 鬼就会离开 所以大卫一被恩高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就进皇宫咯 亲爱的家人们 我相信当你被恩高的时候 你会充满了机会 可以进皇宫 你会有那个得胜的金牌 在你的身上 但是金牌不是你的价值 我再讲一遍 所以大卫 他就进到皇宫的里面 他一弹琴 扫罗的鬼就离开 他就舒畅了 所以呢 扫罗认识大卫 扫罗常常叫大卫来 他知道他是有恩高的 直到有一天 当哥利亚对阵 叫阵的时候 你知道哥利亚是一个三公尺的巨人 圣经上面说 他有六根手指 你就知道 其实在旧约里面 常常讲到所谓的伟人的后代 都有六根手指 然后长得都非常巨大 你知道三公尺 不可思议 姚明才两百三十几 我记得 他已经在NBA里面 站得非常非常高了 你想想看 三公尺 三百公分的一个巨人 那你知道吗 大卫多高 我看了很多研究说 大卫大概只有165 我竟然比大卫高 哈雷路亚 你知道大卫大概只有165 当然他只有17岁了 OK 所以大卫当时只有165公分 他听到了有人在辱骂他的神 他只是去送便当给他的哥哥们 但他听到了有人在辱骂他的神的时候 他没有因为他的165公分 他就害怕 因为他是被神高抹的人 他知道高抹在他的身上 是神用他自己的灵高他的 所以呢 他就勇敢的跑去找扫罗王 所以你不要以为扫罗王不认识他 扫罗王认识他 所以呢 他就去到扫罗王的面前说 这个人是非利式人 这个未受割利人 是谁啊 凭什么这样子辱骂我们的神 然后扫罗王会说 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任何一个军人 敢跟他订狗机啊 你知道就是单挑啊 没有人敢跟他单挑啊 但是这个 他下的战铁就是 只要一个人可以打败他 整个非利式人都投降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 大卫就自告奋勇说 我来 而且他还说什么 他说 王啊 你知道吗 我以前打过狮子也打过熊 为了保护羊 所以今天呢 让我去征战吧 我相信哥利亚会跟熊跟狮子一样 被我打败 一个165公分的人 要打一个300公分 而且是训练精良的战士 他里面到底有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一位英雄 他里面有一位神在他里面 他的高抹 圣灵的高抹在他的身上 如果你记得马可楼上面圣灵高抹下去的时候 那个Dunamis 原文讲到Dunamis 像爆炸炸弹的力量在他里面的时候 他说让我来挑战哥利亚吧 所以他就奔跑 冲到哥利亚的面前 这位小大卫他没有害怕 他也不是穿着这个军人的服装 没有 扫罗王都把他的服装给他穿 他说他穿不习惯 看起来就是这世界一切得胜的方法 他说我不要 我要用我的strength 用我习惯打狮子打熊的方式 来打这个未受哥利的哥利亚 所以我们看见小大卫 他是充满着勇气冲向哥利亚 他在冲向哥利亚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石头丢出去 郑重哥利亚的额心 哥利亚就硬生倒地 他就把哥利亚头割下来 他用什么东西割下 这个哥利亚的头 用哥利亚的刀割下哥利亚的头 所以今天魔鬼用什么东西 夺取你的生命 你就用什么东西夺回来 今天你要知道时间已经到了 神的恩膏在你的身上 魔鬼用什么方式来夺取你的东西 你就用什么方式 用他的东西来夺取他的性命 大卫 拿着哥利亚的刀 割下哥利亚的头 他得着了极大的得胜 这个得胜是全以色列人都看见的得胜 这个得胜是纯非利斯人都看见的得胜 非利斯因此投降 在这样的一个成功的里面 你说是啊 因为大卫懂神的心意 他听见神的声音 他有被恩膏 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他的人生 这应该是每一个相信神的人生 我们听到每一个见证都说 好棒棒 因着相信神之后 然后我们都会面对一帆风顺 然后我们看见所有的都不用争战 我们看见这个得胜 是这样吗 我们看下一个 当他得胜之后 他不只是成为了约拿丹 王子最好的朋友 他也直接娶了国王的女儿弥甲 他直接成为了驸马爷 他不只是进到皇宫 为扫罗弹琴 他直接成为了驸马爷 他是为他岳父弹琴 这时候他岳父又被鬼附的时候 竟然这次弹琴 鬼没有离开 而扫罗就拿着剑 射向大卫 而这一位看起来 早就17岁就被恩高的人 应该要接扫罗王的位置 他要成为以色列王的人 开始了13年的逃命过程 他成为了亡命之徒 你可以体会吗 他是大卫 他是以色列 国家的国旗都用大卫之心的代表人物 他是和神心意的人 他被恩高之后 怎么会在看起来拿金牌 拿金牌 拿金牌之后呢 突然间所有的金牌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像被追杀的囚犯 他需要夺到亚渡兰洞 你看看有多少人 要杀他 要夺他的命 他在亚渡兰洞的那个地方 他在逃命 他在他人生极度的痛苦的里面 我是不是有一段经文在诗篇 我们可不可以放一下诗篇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一下诗篇的经文 这个诗篇经文就是他在亚渡兰洞的时候 他所写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诗篇 142篇1到79 我念给大家听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 发声恳求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承说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罗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 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极碑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 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胜 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 义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有厚恩待我 你知道在所有的里面 你可以听到他的情绪 你可以听到他的害怕 你可以听到觉得里面的不公平 但是大卫仍然是相信神的人 在那13年的里面 他逃命的时候 他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 我怎么会被恩高成为王呢 怎么可能呢 撒姆尔这是假先知吧 他恩高我成为王 我13年我都在逃命 我怎么可能会是王呢 你有没有同样 你曾经被恩高过 你有没有可能 曾经有代祷者为你祷告说 嘿你是神 在接下来被神大能使用的人 接下来你步道的时候 将会有千人万人信主 但是今天你落魄到 你根本不知道信仰是什么 你甚至看见你的家庭的状况 你看见面对很多挑战 你不知道你可以去哪里 你觉得那千人万人 能够因着你的口信主 离你太遥不可及了 因此你放弃了 你没有继续走在 神呼召你的道路上面 但是大卫他没有因此而离开 13年他甚至要到敌人面前 装风卖赏 他甚至要求敌人能够收留他 你要知道他走到一个 极度的窘境的里面 但是他刚刚的诗歌里面 他讲什么 他说我落到极碑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胜 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 然后他最后说什么 一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今天亲爱的家人们 用神的话来宣告吧 即使在一个最大的困境里面 就连大卫都在一个13年 不知道他自己 被恩高成为王之后 却成为王命之徒 到底是王还是王命之徒 他自己都非常confused的时候 但在此时 在那个时刻里面 他选择做一件事情 他说神你仍然是 用厚恩待我的神 一人必环绕我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家人 用正确的宣告来宣告 在你极大的困境的里面 你不要觉得神离弃你 重点是你不要离弃神 你要坚持地往前走 让神的恩高同在充满你 以至于在你看起来 像是被追杀的窘境的里面 你仍然可以靠着神的灵 再一次地恢复 因此我们看见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知道甚至是 他在亚多兰洞的时候 扫罗王就在他面前上厕所 他都没有直接把扫罗王干掉 他如果他想的是 我早就在十年前 我已经被恩高了 我已经成为王了 所以现在应该是此时此刻 最好的时刻 我应该直接把他杀掉 然后我就可以成为王 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他知道神所恩高的人 他绝对不会碰 现在的家人们 一样 在你周围有许多神所恩高的人 不要去碰他们 不要去对他们有任何的论断 免得会有亏损在你的生命当中 大卫在极可怜悲哀的状态 他都不动这一位已经被鬼附的王 他可以一刀下去 他就成为王了 而且他可以顺理成章成为王 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而最终神因着大卫的心 最终神让大卫坐上了王位 你说 兄哥 你这个故事又是进到了一个 最后的正常电影的最好的ending啊 就是最后他又拿到金牌了 然后呢 所以相信神的人最后拿到金牌 哇 好棒棒 虽然经过困难 我们了解嘛 也拿到金牌了 让我告诉你 他后面成为王之后 还经历了一大堆的事情啊 对不对 你记得吗 大卫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啊 还有很多背弃神的事情啊 还有悔改又回到神面前的事情 有很多的 所以意思就是 你不要把你生命的成功 就定义你自己是谁 也不要把你生命的失败 来定义你是谁 只要朝着神的方向走 最终 你会走进神 给你的恩典之中 所以呢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虽然里面会跌倒 虽然里面会有困境 但是金牌不能定义你 没有得牌也不能定义你 你的心理因素是最重要的 而你的心理因素 为什么可以面对所有的压力 跟所有的困难 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谁 你是被恩高的 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 我叫结尾了 在这个上个礼拜 整哥有用这个故事 但他讲的方向是讲律法 但今天我想要来 用这个故事来结今天 我所分享的东西 是一个富有的少年观 所以大家都已经 上个礼拜都听过这个故事了 他这个观来到 这个耶稣的面前呢 他说 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基本上这个观 第一个他是富有的 第二个他有权柄 然后呢 他也清楚知道 他要的是永生 所以这个人 其实他很清楚知道 他要什么啊 这个人他很清楚知道 他要做什么啊 所以这个人其实 是一个很有方向的啊 搞不好这就是他的标杆啊 就是永生啊 不是吗 这样一个聪明的少年观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因为良善的只有一位啊 就是神啊 可见 这一个少年观 还不只知道 他清楚知道 他生命的 purpose是什么 他还清楚知道 他找的对象是对的 当这一切像不像基督徒 他知道了 他要找寻永生 他知道他找寻的 那一位是哪一位 所有的东西 都是对的的时候 但是你看 耶稣问他什么 他说 借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证 见证 当孝敬父母 耶稣讲完这个的时候 我在想说 哇 这个标准 真的很高耶 宛瑞你可以谈 没关系 这标准很高耶 这根本就是十戒 今天我要说 我可能都没办法遵守这些 但是这个少年官 他遵守的这一切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我从小就遵守耶 这绝对不是假话 为什么 因为刚刚耶稣还问过说 不可做假见证 我说他不能做假见证 可见 他从小就遵守了 这一切的律法耶 他为了永生 他付上了代价 他也尽了一切的力量 但是耶稣却说 你还少一切 你记得今天主题什么吗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为什么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看见了 伊利亚 尽力了很多的事情 她尽力了 可能跟她想象的不一样 但她坚持走在 往生的山 大卫 她被恩膏了 她本来以为 这个恩膏将她带来极大的得胜 确实她也带来得胜 但是后来 她面对了极大的困难 她也说 我尽力了13年 我尽力了 为什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今天到了这个少年观 她尽力了 这些戒她全都能守耶 这根本就是义人啊 她又有权又有钱 又遵行 这根本就是当时候的 法力赛的法力赛 这个法力赛的法力赛 是当时候被尊敬的 你要照那个文化 不要用今天的想法 说我们讲到法力赛就是坏人 不是哦 你要用当年 法力赛的法力赛是被尊容的 有权有势 又能遵行律法 在神眼中还看为义 但耶稣却跟她说 你还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少年观 他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我想他心里想的一定是 我已经尽力了 你知道吗 我没有奸淫 我没有杂人 我没有偷盗 我没有做假见证 我孝顺父母 我已经尽力了 耶稣你为什么还要来为难我呢 耶稣说就还差一件 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以为我只要遵循律法就好了 耶稣说还差一件 你觉得耶稣真的是要他的钱吗 耶稣是要他的identity 我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 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 那个金牌没有办法定义你 这个少年观把他的金牌 拿在他的生命当中 认为我就等于 有钱 年轻 有权势的人 而且我无可指责 这就是我的身份 这就是我的identity 耶稣说no 把你的identity给我 来跟从我 这个少年观没有办法把他的identity 因为这是建造他生命一切的价值观 他如果不靠着这个价值观 他不觉得 他不晓得他是谁了 他已经尽了力了 但是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 因为神要的其实就是要你 放下你以为的成功 跟以为的失败 你的成功不能定义你 你的失败更不能定义你 只有你的这位神能够定义你 所以他说你要放下这一切 给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 跟随耶稣 是大卫做的 是以利亚做的 而这些事情 是大卫走进神的心意 是以利亚走进神的心意 今天这个少年观 他悠悠愁愁的走了 他没有走进神的心意 即使他做了所有一切 我们说他是圣人中间的圣人 他是无可指责中的 无可指责 他有了今生最大最大的财富 有了今生最大最大的权利 但是最后 他没有放下他的identity 他仍然骄傲 他仍然觉得成功是他的身份 如果你继续往后面读圣经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后面讲什么 彼得马上当耶稣解释了这件事情 给彼得听 彼得马上就说 耶稣我都放下所有跟从你 跟随你了 我想说彼得你就只有那几条鱼吧 OK 所以你放下比较简单 我都放下一切我跟随你了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如果真能够放下一切来跟随我的 耶稣还讲更狠哦 他说放下你的妻子 放下你的房屋 放下你的儿女 来跟随我的 在今生要得百倍 在来世要得永生 你真的觉得耶稣的教导 会叫我们放下我们的孩子 放下我们的妻子吗 会叫我们放下我们的房子吗 你如果真的把圣经读好 你知道他不 你不能单用这一段经文 你就进到一个贫穷神学里面 或者你刚刚在听一些见证的时候 或者你看到说 哇 讲到金牌的时候 你就进到成功神学里面 今天我要拆毁成功神学 我要拆毁贫穷神学 我要给你耶稣的神学 他悠悠愁愁的走了 真的是要放下房屋 放下妻子 放下丈夫 放下孩子 来跟随耶稣吗 他讲的是 不要让你的妻子成为你的神 不要让你的房子成为你的神 不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你的神 不要让财富成为你的神 不要让你所爱的那一些东西成为你的神 不要让你的胎头成为你的神 不要让一切你的身份成为你的神 你要放下你的identity 交给神来跟随耶稣 耶稣promise我们 在今生你要得百倍 如果那个少年官 他如果放下了他的identity 他把那些钱全部给了那些穷人的话 那我告诉你 他得着的将会是 百倍的成功 百倍的富足 而且还有来世的永生 今天我讲了一篇 我觉得我生命里面 消化很久很久的到 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用世界的成败 来定义我们是谁 不然我们会一直跟我们周围人比较 是一个时候 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identity 交在耶稣的手中来跟随他 他会在今生给你百倍 他会在来世给你永生的 但重点这都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重点是 你放下了你自己来跟随他的那一刻 那是你生命里面最大的保障 要不要努力的去拿金牌呢 要 但即使没有拿到金牌 尽力了 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但是只要你走在神的手中 或许 圣经上面说的很清楚 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 高过你的意念 少年观没有相扶自己 但今天 我渴望镜头前面的所有家人们 相扶你自己 相扶你自己 因此今天我们用一首诗歌 Here I bow 我们来敬拜之后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能去哪儿 说了你是恩错千 我相扶你自己 我相扶于你是家的恩典 河等的爱 你大能手扶持我 太荣美 河等荣美 我愿相扶你自己 我愿相扶高举你命 耶稍扶你自己 耶稣你的荣耀 我所有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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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臉上的一句 神的兒子 掌現恩典真實 何等的愛 帶我進入你恩賜 真美好 你真美好 我願相符 告去你的命 耶穌 你的榮耀 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屬你 永遠屬你 此時 此地 願你升起 你的榮耀 就在這裡 從天堂到地上 神的賦回我生命 我屬你 永遠屬你 此時 此地 願你升起 你的榮耀 就在這裡 從天堂到地上 神的賦回我生命 我屬你 永遠屬你 我願相符 告去你的命 耶穌 你的榮耀 耶穌 你的榮耀 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屬你 永遠屬你 我願相符 告去你的命 我願相符 告去你的命 耶穌 你的榮耀 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屬你 永遠屬你 我屬你 永遠屬你 我願相符 告去你的命 耶穌 你的榮耀 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赎祢 永远赎祢 此时此地 愿祢升起 祢的荣耀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神地赎回我胜利 我赎祢 永远赎祢 此时此地 愿祢升起 祢的荣耀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神地赎回我胜利 我赎祢 永远赎祢 我愿 幸福 靠去祢命 耶稣 祢的荣耀 让我所有和我生命 我属祢 永远属祢 我属祢 永远属祢 当我们唱着我能去哪 除了你施恩座前 我能去哪呢 这个人生充满了险境 我能去哪呢 唯有去到这个施恩宝座前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施恩宝座前 把我们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痛苦 交在 这位十字架上面 付上代价的神面前 只有祂能够体会你的苦 只有祂能够体会 你已经尽力了 今天晚上 我相信 许多镜头前面的人 你真的尽力了 你的尽力 是否有人能够拥抱着你 给你一个安慰说 我懂 你尽力了 今天我相信圣灵要亲自的来服侍你 祂懂你尽力了 但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对吗 但今天 我没有改变 我没有想要改变你的想象 我只想要告诉你坚持到底 破碎吧 原来基督的信仰里面 当耶稣拿起柄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 祂破碎了之后 祂说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降服就是一种破碎 不再以自己的意念为意念 以神的意念为意念 真实的破碎 才知道 成功也不再会把你的心夺走 失败 失败也不会让你散 淡 全然的降服 或许是一个 人生里面最美好的画面 因为在永生里面 已经看不到那种全然降服 趴在地上痛哭 破碎到不知道自己是谁 还可以伸出手来说 神 我仍然 要抓住你 或许只有这样的破碎 才会成为新香之祭 到这位神的面前 祂喜悦你 因为耶和华不是像人 看人 一样 耶和华看的是内心 人看的是外貌 因此今天我要为 进同前面的家人们来祷告 如果你真的 你已经走投无路 甚至你觉得 你真的为什么生命这么困难 为什么你要面对 可能妻离子散 破产 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不顺利 或者是你怎么样往前走 你读书你怎么样读不好 或者你交朋友 你被霸凌 你各样的事情 先让我告诉你 Come on 以利亚也经历过 大卫也经历过 但是他们选择对的 而少年观却拥有了一切的成功 却没有选择对的 所以要去哪呢 去到这十人宝座前吧 因此 若是你 你说 我正在这个困境里面 我需要 你把你手举起来 我也把我手举起来 你把你的信心举起来 我也把我的信心举起来 神是跨越时空的神 他看得见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我要为你来祷告 你凭着信心举起手来 我就凭着信心为你祷告 圣灵就会凭着我们的信心 来成就我们所做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奉耶稣就会名为 所有举起手来的 家人们来祷告 主要他们现在真的很破碎 他们真的尽能力了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如同当年伊利亚说 就把我的命夺去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今天我相信 圣灵 他们只要愿意朝着你的山走 你就会对他们说话 主 因此我祷告那发酸的腿 下垂的手 要再一次的举起来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 从你们的险境里面脱离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 你们虽然走过十婴的妖谷 也不致遭害 因为耶和华的杖跟干 与你同在 过去神怎么样与历世历代的信心的伟人同在 今天一样与你同在 418的恩高没有停止 而且反而是加倍加成的开始 神的灵在我的身上 祂用高高了我 今天我祷告圣灵 你高抹这一群你的百姓 高抹每一个 现在我祷告 主你的热流电流现在就进到他们里面去 让他们超自然的感受到你 主祷告因着他们的信心现在 他们能够与你面对面感受到你 他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以及他们能够继续走他们前面的道路 主 因此我不是祷告那个困境离开 我是祷告他们里面心里的素质强壮起来 以至于大山小山都因着你们的信心要被挪开了 因此我为你们的信心祷告 为你们的心里素质祷告 祷告你高抹在你们里面 用高来说话 用神的高油来说话 不要用你的血气来说话 让神的高油在你里面说话 以至于你能够胜过一切的绝境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你是被他恩高的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今天他要把你抱抱在他的手中 带你走过死因的幽谷 主 我谢谢你 主 我谢谢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接下来我还要 如果今天你是目道友 你听见这样的福音 你说原来人生 不管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都在经历这些 但是有一个力量 可以使我能够胜过这一切 而我要这个 我要这位耶稣基督 他有付上的代价 以至于他说他可以交换 这个交换 是在你与你相信的开始 那个交换就来 少年官悠悠愁愁走了 因为他没有去交换 但老师我跟你讲 你没有资格跟神交换 但神选择说什么 你只要相信我 一切的都给你 平安 喜乐 富足 进到你的里面去 少年官没有办法把他identity摆下来 一句他悠悠愁走了 今天我祷告镜头前面的 你没有一个是悠悠愁愁的走 因此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及生命的主 我们马上就要受洗典礼了 OK 我邀请你 我要带你做这个祷告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祷告 当我说一句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一句好吗 亲爱的天父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承认过去 我自以为我可以掌控一切 但今天晚上 我把我生命的identity交到你的面前 我不再靠我自己的能力活 我要靠着你所付上的代价来活 耶稣我承认过去我犯罪得罪你 但今天晚上 我求你用你的保血现在洗净我 当我说我相信你的那一刻 一切的沾染 一切过去的 从思想里面到外面的一切 的罪恶 都被取代 以至于我可以拿到那上好的永生 今天晚上我不悠悠愁愁地走 今天晚上我开心地跟随你 圣灵欢迎你进到我的里面 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更大 每一天对我说话 引导我 走你 为我预备最美好的路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很高兴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 我也很开心希望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能够看见你 甚至是你需要隔空受洗的 我们也隔空受洗 我们就是不需要我手不需要按到你 我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就如同当年 他跨过千万人 他看见大卫 今天他一样看见你的内心 所以受洗 我们一样可以看见 在空中在网路里面我们也可以受洗 我们看见因着相信 重点是因着相信 我们能够尽到上好的福分里面 祝福你们 非常开心 信中哥今天带给我们这篇 非常值得我们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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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篇信息 我还记得那个小戴他拿到银牌的时候 其实他一度非常的挫折 他甚至觉得这个银牌没有什么价值 如果不是金牌的话 可是后来他说一段话 他说可是他想到 正面银牌背后所代表 有这么多人从小到大 不管是陪伴他的 不管是教练 不管是防护员 有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资源 来支持他走到这一步 那面银牌是有价值的 刚刚信中哥说 我们没有资格跟神交换任何的事情 可是弟兄姐妹我想要跟你分享 那是因为神已经把他最好的给我们了 那个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就是他的儿子 上帝直接给我们他的儿子 给我们一个人给了他自己 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 最美好最美好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其他你说钱 其他你说工作 其实那些都不是最好的 最美好的就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所以刚刚在聊天室里面 有看到非常多人 在回应这边信息 等一下呢 我们也有这个问答的时间 今天有一些的问题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 在聊天室里面留下你的问题 那等一下我们会让信中哥 来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呢 我们想要邀请线上的家人跟朋友们 如果今天你们想要参加After Party 一起加入在我们会后的一点点聊天 然后彼此分享的时间的话 没有任何的压力 大概30分钟 我们就会结束这个After Party 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呢 现在就可以点一圈小编的连结 然后输入密码之后呢 你就可以加入这个After Party的大厅 在那个地方已经有 线上云端团队的主持人们 在等着你们加入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After Party 跟其他弟兄姐妹 有点连结的时间的话呢 欢迎你现在就点选连结 然后输入密码 你就可以加入After Party的大厅 那其他弟兄姐妹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线上 我们就有一些问题 想要来请问信中哥 好 今天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刚刚信中哥有讲到 大卫跟以利亚的故事嘛 那面对外在环境 有这么多的挑战 然后有这么多 或是面对我们自己内在 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 那我们要如何坚定不移的持续 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 让我们的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 仍然是不动摇的 请问信中哥 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 我想很重要的是 你有软弱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突破这个挑战是正常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自己 好像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面对极大挑战的过程 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痛苦 甚至是会丧志的 但是怎么样 去仍然持守在神的面前 那是一种从里面的相信 这个相信 是因为跟这位神 持续的有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 当你都听不见他声音的时候 你都还是会到他面前说 神我需要听见你的声音 所以连以利亚这样的神人 她都可以说把我的命取走的话 那我们又是谁呢 我们又有什么力量说 我可以有力量把我的眼睛 定睛在神的身上呢 我想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 而今天她可以 在那样子一个痛苦绝望里面 她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她的脚仍然往神的山走去 我相信每一个人去意识 那个神的山这个位置 每一个人的意识是不一样的 对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我鼓励你 你从起初的爱怎么来的 你就朝那个方向走 往那个方向去 坚持下去 嗯 好 就是坚持下去 还有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有一位家人他在问的就是 请问信中哥 什么是真正的跟随神呢 那个画面或是那看起来 会是像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跟随耶稣少年观的挑战就是 耶稣说什么 要放下一切的金钱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他把金钱 看作他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身份 什么是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身份 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 你没有办法交给神 你觉得神如果拿走的话 你觉得会好痛苦 然后你不要 你说神我不能给你 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神了 当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 你的神的那个位置的东西 那个就是神 那就代表着你没有在跟随神 你在跟随你所崇拜的这个偶像 所以什么叫做跟随耶稣 你就是衡量一下 你到底在跟随什么嘛 如果你心目中所想的 你所做的 都是在做在这样的一个偶像的里面 你说工作是你的 工作是不是你 可不可能成为偶像 可能啊 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工作 而且你工作都是为了 你能够有更好的位置 然后你都是在想的 都是这些的话 那已经是你的神了 所以其实你没有在跟随耶稣 你在跟随你的工作 有些人跟随的是什么 跟随的是他漂亮的女朋友 我不是说你不要爱你 你不要爱你的妻子 不是哦 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哦 因为刚刚说要放掉你的妻子 放掉你的房屋 放掉你 他讲的意思是说 放掉你把它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唯一 如果真的要讲唯一的话 只能有耶稣 那你就是跟随耶稣了 而今天我相信 当你跟上了唯一 那么后面所有的一切神都加添给你 但是当你放掉了唯一 那么你一切都将会发现 你好像抓着 其实是失去了 所以这就是要跟随耶稣 想要特别回应一下信中的这些一题 我刚突然想到 有的时候其实从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其实如果稍微有一点 意识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 就会发现 哦 我们的祷告其实会看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在跟神祷告 可是我们其实是在跟神要 比他更重要的东西 比方说 上帝我向你祷告 我想要进某某某学校 如果你让我进那个学校的话 我就会很开心 或是我就会好好来服侍你 结果等到一放榜哇 没有进到那个学校 可能我的信心 就对神开始产生动摇跟质疑了 那这个时候 可能我就可以稍微的解读说 我已经把那个学校 看得比神还要重要 比他的同战还要重要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好像在祷告 但是其实我们是在祷告 神你把那个偶像给我 我想要得到那个偶像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 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一个合成心的祷告 还是其实我们在求我们想要的东西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 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 每一个基督徒在一生当中 一定会问无数次的问题 就是呢 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不要说是我用尽全力了 请问我要怎么降服 我要怎么降服神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我希望我的回答不会冒犯你 因为我不知道是谁问的 所以我没有针对性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我要告诉你 当我觉得我无能为力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是我的骄傲 表示我还有力量 说我无能为力 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被打啪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全然的降服啊 什么叫真的无能为力 如果当我还能说我无能为力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有些骄傲 是我仍然抓了某些东西在我的身上 当我真实的没有力量 是我一定会到神的面前说 神我的性命就是这样了 你要帮助我嘛 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因此我不再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全然相符于你要做什么 我就跟你做什么 所以我可以体会你所说的 我绝对没有任何的责骂你 不是我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有过 但是后来我发现 那是因为我里面 仍然有某种骄傲说 我就无能为力啊 那我怎么办 你知道吗 当我手一摊 我说就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仍然有一些力量哦 我仍然能够跟神argue哦 我能跟神说 神你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还是有力量哦 我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主权 在跟神在征战哦 什么意思呢 你记得雅各吗 到最后他跟神对摔角之后 他是最会抓的那一位对吗 神就抓了他的腿 让他成为了瘸腿 瘸腿看起来是一生里面的 一个很大的失败的记号 但是那个记号 却让雅各成为了以色列 我想一定有一个力量 是你现在还有的 那么就把这个力量放在神面前 那么就叫做真实的相辅 好 今天非常谢谢信中哥 带给我们的信息 还有刚刚对一些弟兄姐妹 问题的回答 那大家下个礼拜六 是光哥要来 我们中间来分享信息 然后下个礼拜六 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 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到底吃跟不吃哪一个比较好 他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 间接性断食 所以呢我们要继续这个 健康的身体健康教会 这个主题下个礼拜六 同一个时间下午四点半 大家要记得准时上线 那下个礼拜的中午十二点半呢 你知道吗 信仰是一个互动 跟彼此了解分享疗愈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的中午十二点半 有线上小组inside out 把听进去的到可以活出来 我们也邀请你 在下个礼拜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 可以在YouTube上面继续加入我们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大家晚安 大家拜拜 拜拜 你目的信念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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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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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